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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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嗯 以后啊 玩球当心点 别再到这儿来了啊 被宫里人看见了 会不高兴的 这 为什么 因为这是冷宫 只有像我这样犯了错的人 才可以住到这儿来的 你犯了什么错 错在嫁给了帝王之家 你嫁给了皇上 你还想你不会明白的 不过以后你当了皇上 你就不要再让别人住到这儿来了 他们只说要我来当太子 以后我真的要当皇上吗 我可不可以不要做皇上 不可以 有时候命运不是自己能够决定的 不过你可以选择做一个好皇帝呀 怎么才能做一个好皇帝呢 要仁慈 要孝顺 仁孝这两个字如果做到了 就能是个好皇帝了 我送你一样东西 来 依依了 拿着 希望你能喜欢 在这里 好不好 我 来 字竟然 是 我 贼人夜闯进宫 惊扰圣驾 臣罪该万死 责不在你 朕自会惩处 你起来吧 谢皇上不罪之恩 贼人既为无逆犯上 伤及龙体 那他夜闯寝宫 又所为何来呢 他驱揍了朕贴身的玉佩 玉佩 虽然只是一块玉佩 但对朕而言 却意义重大 不仅如此 他还留下了一张字简 进宫警卫森严 独缺带刀护卫 无数来去自如 试问玉猫安赞 这是针对展昭而来的 不错 朕封展昭为玉前四平 带刀护卫 又辞封号玉猫 来人的确是针对展昭 可是展昭随包大人 陈州独阵尚未回京啊 朕选你来 正是要你立刻传朕旨意 将此事告知包拯 要展昭追查贼人 追回那玉佩 臣立刻去办 战昭为玉佩 此案既是冲你而来 你可明白其中究竟 是白玉堂 白玉堂 现空岛无数 在江湖中饶有盛命 那白玉堂乃是无数之末 锦毛鼠 那白玉堂为何要 盗配刘叔嫁祸于你 大人 祸端正是那玉猫的封号 猫鼠乃是宿敌呀 本府明本 白玉堂入宫盗配 意在展昭 只要属下清忙现空岛 此案自然可破 大人尽管回京复职吧 展昭五日之内 定当协配回京 既然如此 咱护卫多加小心 多谢大人关心 属下告辞 把玉堂送回去 老五 大哥说的没错 要找展昭的麻烦 还有别的方法 大哥说的有道理 当然 你的做法也不错 好 我明白了 是我马撞 展昭被风玉猫 与我何干 武蜀被江湖耻笑 干我何事 几位哥哥放心 如果朝廷 真的追到现空岛来 一切罪名 由我白玉堂一人承担 绝不会连累各位兄长 五弟 五弟 五 大哥 启禀大人 后店已经整理妥当 大人可要前去歇息 不 本府还有事叫的 张龙照胡 在 明日一早贴出告示 就说本府在天奇庙放告 若有冤情 尽管来告 是 大人不是要急着回京吗 否则也不会因赶路 错过速投 而被迫夜宿此地 如今 为何却又不急了呢 在展护卫 追回玉佩 抓到白玉堂之前 回不回京 倒也并无产 若是留在此地 能为百姓多做点事 岂非不须此行 这好像是说 对对对对 包大人要来 老爹 这上面写的什么呀 有官老爷啊 到咱们草州桥来了 在齐天庙放告 放什么告啊 只要你有冤情 你想告什么就告什么 真的假的 一点都不假 这可是出了名的青官 开封福尹包拯 包大人呀 老伙他 告一告嘛 借过借过 借过借过 你借过 草民张义叩见青天包大人 张义 你是有冤要生 亦或是有状要告 不 我娘说了 我娘说要请包的人 到家里去 本府若是不去哪 我娘说了 他就不告了 这却为何 我娘说了 如果包大人真是青官 知道人有趣要生 一定会追查到底 如果连我家都不敢去 那就不是青官 告了也没有用啊 你娘之言 也不无道理 张义 在 草民在 还有许多人 等着告状 待本府 一一了断之后 再随你回家 不知你意下如何 谢包大人 谢包大人 将张义 带至庙外等候 是 公孙先生有何看法 张义之母 能说出那番话来 不像是一般无知存佛 不错 这正是本府 决意亲往的原因 娘 包大人来了 娘 娘 包大人来了 包大人真来了 不 老身怎知 当真是包大人 包大人 可否让老身摸摸后脑 老夫人 不得如此无礼 公孙先生 就能让老夫人适宜 又有何不可 倘若如此就能让老夫人适宜 又有何不可 又有何不可 老夫人 确认本府身份 有什么冤屈可以说了 还请包大人 并退左右 老身的冤屈非比寻常 老身的冤屈非比寻常 就连张义也不能留下 娘 也罢 你们都退下 是 老夫人 可否容学生在场 你是 学生公孙策 哦 你是包大人身边的文胆毛氏 你见多识广 足智多谋 有你在 可以助包大人一臂之力 多谢老夫人 老夫人 如今 可疑说了 宝卿 老夫人怎可用皇家口文称呼本府 依罚论罪 便是犯了欺君大罪 哀家 原本就是皇宫中人 如此称呼有何不可 客官 请请请这边坐 好 小二 现空岛离此地还有多远 还有二里地吧 客官要去卢家庄 你怎么知道 卢庄主仗义好客远近都知道 客官一身侠客打扮 想必是卢庄主的朋友了 算是吧 老夫人 老夫人 皇室宗亲 大多居住于京城之中 不知道 当年老夫人的府邸 坐落于京城何处 皇宫内院的裕臣宫 便是哀家的居住之所 本府念你双目失明 年事已高 这才亲自前来查明原委 如今你却信口雌黄 乎言乱语 包长 你怎敢断缘 哀家是信口雌黄 胡言乱语 不知 老夫人要如何取信于包大人哪 若是哀家拿不出证据 不但取信不了包大人 哀家的二十年冤屈 恐怕也永无昭雪之日了 这是先皇遇赐今晚 也是能证明哀家身份的唯一信物 莆天之下只有两枚 哀家有一枚 还有一枚 还有一枚客友 今华公刘妃 可是当今刘太后 不错 就是她 两位爱妃坐了 两位爱妃 朕还一直担心呢 膝下无子继位无人 如今可好了 两位爱妃同时有孕 看来朕可以不再操心了 为此 朕命陈琳派人打造金丸一对 内藏夜明珠一枚 这两颗金丸 两位爱妃一人一枚 好 来了 是 陈琳 奴婢在 记住朕的口谕 两位爱妃倘若生难 朕就分为太子 奴婢遵旨 倘若两位娘娘均产下龙子呢 没关系 长者为大 先出生的就是太子 是 所谓母以子贵 太子之母就是国母 两位爱妃 日后是否能执掌后宫母依天下 那就看你们 谁先替朕生下太子 这枚今晚就是如此而来 遇刺今晚是否为证 日后当可查证 然而 公围之内诸多情事 若非亲自经历 单凭传闻 绝不会如此详尽 趁开封府福音包整 叩见娘娘千岁 千千岁 保全平身 谢娘娘 苍天哪 我总算是等到这一天了 苍天有眼 苍天 二哥同意我的做法 我们都同意 大哥 大哥 情事方法或许有对有错 然而兄弟之情却无可替代 如果你成了亲命要犯 我们心甘情愿成为共犯 如果白玉堂依法认罪 武蜀认罪服刑 一个也不会少 好 娘娘身份特殊 为防走漏消息 增添无畏的困扰 包真自作主张 将娘娘接至妙中 并以老夫人相称 权宜之计 还请娘娘不罪 你处事谨慎周到 艾家又怎么会怪罪于你呢 此事的确必须隐秘 甚至当你将全盘往事了解之后 艾家还在担心 你敢不敢接这个案子呢 娘娘何出此言 只因艾家的冤案 牵扯到两位 当今最为显贵的人 是哪两位 一位是 当今的刘太后 艾家落得如此地步 全都是败她所赐 被她所害 全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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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公公救命 救她 是李娘娘方才生的太子 是郭怀郭总管 勾结产仆 用死猫把太子换出来 她要扣朱 把太子掐死 埋在金水桥下 郭总管是受了刘娘娘的旨意 住口 你好大的胆子 你是金华宫的宫女 刘娘娘是你的主子 你竟敢造这种谣 不 不是扣朱造谣 刘娘娘亲口交代扣朱 要听郭总管的调派 的确是娘娘的旨意呀 难道是为了争夺正宫娘娘之位 就算拼了我这条命 也要把太子安安全全地送出宫去 多谢公公成全 多谢公公成全 公孙先生问得好 在哀家被打入冷宫七年以后 陈灵来到了冷宫 将刘妃的阴谋一一解发 哀家那个时候才知道 自己产下的真是个男婴 不错 那陈灵既然将婴儿送出宫去 想必有个去处 娘娘应当不会不知 不错 哀家知道她在何处 娘娘 陈灵带她去了南清宫 南清宫 是八王爷的府邸 难道说八王爷也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不仅如此 八王爷还把她带到自己府邸 与其他皇子一起抚养 娘娘势财严 此案涉及两位当朝贤贵 这第二位 莫非就是当今皇上 正是 因果报应 在哀家被打入冷宫以后 他虽然也生了一名男婴 并封为东宫太子不幸的事 太子六岁时得病身亡 终究还是落了一场空 先皇伤心之云 从此沉溺于道家之血 并由驻王皇子之中临选太子 八王爷便是趁此时机 将先皇亲子送入宫中 保住了先皇血脉 后宫全力倾压 自古戒然 当时若是揭发此事 非但难以取证 生活违及太子性命 只是 却让娘娘平白承受了三十年的冤屈气苦 不 得知皇儿安然无恙 哀家已心满意足 皇儿七岁进宫时意外闯进冷宫 哀家见他 与自己被换走的孩子一般年纪 也许是母子天性吧 哀家就将先皇所赐的玉佩转赠于他 八血王见玉佩心生不忍 所以才命陈琳前来传话 机缘凑巧 也就是那刘妃心怀鬼胎 竟然向先皇诬告我 说哀家 每天黑夜焚香 是诅咒行 为什么 为什么非要置我于死 娘娘请放宽心 奴婢有法子让娘娘逃出宫去 就算如此 国怀不见尸首 岂肯罢休啊 来 与忠 奴婢于忠叩见娘娘 秦枫 他是 回娘娘 于忠是冷宫的小太监 奴婢自他九岁进宫 便一直待在身边 由他替死 就有了尸首 不 就算郭怀认不出来 本国也不能为了自己活命 而让愚忠去替我死 任何人都没有这个权利 让他做这样的牺牲 启禀娘娘 奴婢是自愿替死的 你说什么 请娘娘为太子殿下招响 倘若娘奉旨归天 太子殿下恐怕永远不会知道 娘娘是她的亲生之母啊 娘娘 你怎么又能忍心让太子殿下 任贼做母终其一生呢 如今你已经明了了 此事的来龙去脉 爱家的冤案 你可还敢接 回娘娘 如今已无关户敢或不敢 包枕身为人者 却图令太妃娘娘蒙冤兽区 以一事不重 如今 包枕定当竭尽心力 为太妃娘娘平凡 有你这句话 我就安心了 禀娘娘 事关重大 不可不慎 为求掩人耳目 请娘娘全冲包枕 失散多年的远房表情 也要名正言顺 同返京城 敢请娘娘恩主 一切就依你 谢娘娘 娘娘 学生敢问 娘娘的双目 是如何失明的 爱家也不清楚 不知什么时候 就看不见了 公孙先生精通齐皇之术 或可查出些端倪 既然如此 就有劳公孙先生看看吧 南侠展昭 亲临陷空岛 卢某未曾远迎 还望展大侠修要见怪 詹某不请自来 失礼之处 还请庄主害害 好说 好说 来 请坐 庄主请 请 展某今天的来意 庄主想必心知肚明吧 五弟的形式的确有些莽撞了 但我卢某兄弟五人同生一气 自当力挺 展大侠若有所责怪的话 我们兄弟共同承担 五蜀兄弟重情重义将乎皆知 正应如此 展某更望此番前来能够善了 还请庄主大度赐还皇上玉佩 展某忠心感谢 展大侠 现空岛无蜀 无心与展大侠为敌 更无意招惹官家 只是事已至此 彼此还少不得一番较量啊 既然如此 恭敬不如从命 看出来 我闻哪 锦毛属白玉堂武功精湛 名阵江湖 展某五行与白五爷较量 若白五爷肯赐回玉佩 展某敏感五内 你我分出高相 定出胜负 除此之外 别无他法 五弟 大哥 事关武蜀名声 莫再相劝 既然如此 斩某就向白武爷讨教一番 你为何见不出笑 你是存心看不起我白玉堂 白生误会 既是切磋比试 又何须兵运相见呢 如果你不肯放手一搏 休怪我毁去玉佩 让你交不了差 那得罪了 来得好 南侠展昭也不过如此 白武爷果然高明 展昭佩服 如今江湖上人总该知道 皇上封的御猫 毕竟还是比不上陷空岛无数 老五这下可给我们兄弟扬杯吐气了 展大小五弟一时侥幸获胜 不 五弟败了 三哥 你这话怎么说 他长剑已断 若不算败 难道真要他血剑当场吗 大哥请看 这是逐剑 展某原本无异于无所为敌 更无伤人之心 故而只能以逐剑明智 还请诸位包涵 五弟 大哥不必多说了 白玉堂书得 无话可说 大人 老夫人的失明 只是暂时而非永久 学生若是以金针过穴之术 打通血脉 再作以活血明晶之药 滋补调养 学生确信当能痊愈 嗯 如此甚好 就老公孙先生明日一早 就开始为娘娘诊治 是 学生遵命 不错 正是此配 包卿平身 谢皇上 展护衛安在 为何不随包卿一起入宫呢 回皇上 展护衛自诚有罪 白玉堂自知有错 故而主动归还玉陪 展护衛顾及江湖道义 故而未将白玉堂拘捕到岸 不行 展护衛认罪也好 不认罪也罢 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白玉堂 还是要依法拘捕 仍要有展昭 负责秦拿归案 朕可以不再追究 他的失职之罪 时辰已晚 母后想必累了吧 难得皇上今夜心情好 多说几句也没关系 时而复得 总是令人高兴的嘛 皇上什么东西丢了 是一块玉佩 一块玉佩 怎会让皇上这般重视 这可非一般的玉佩啊 朕从小一直佩戴 恐怕连母后也没有见过呢 十二十年前 一位被打入冷宫的嫔妃所赠 皇上可以把那块玉佩 拿给哀家看看吗 母后请看 母后怎么了 没有 没什么 才说不累 怎么一会儿就倦了 哀家就不留皇上了 儿臣告退 奴婢恭送皇上 娘娘 是的 他 皇上见过他 娘娘说的是 丽妃 这 大人 张龙赵虎已出发去接陈林陈总管 学生也已向王马张召四位 说明太妃娘娘的身份 并特意叮嘱死人 绝不得对外泄露半句 可陈林居住的地方 离经数百里 一去一回 恐怕要不少时日啊 由今日算起 少说要六七日 看来本府要早些进行 八王爷那边才是啊 是啊 启禀大人 府外有人求见 奉见包大人 五位请起 谢包大人 谢包大人 你们四人 有何罪之有 回包大人 我们兄弟五人 同生一气 生死相依 同若五弟有罪 我等情愿同罪 白玉堂虽有罪在身 但皇上以仁术为怀 其以戴罪立功 若能将功折罪 或可免去行则 大人正在追查一桩重大案件 唯一的关键人证 不日便到达京城 未恐在途中遭奸人灭口 所以请你们五鼠保护进京 这便是大功一见 草民兄弟五人 愿听包大人拆遣 公孙先生自会说明坚硬之道 时间紧迫即刻启程 是 宝卿 陈霖找到了 是 太好了 只要陈霖一到 尘封多年的往事 就可以一一揭开了 此事不宜再拖 必须加快脚步 试探八王爷的反应如何 你考虑得周到 那就去吧 包拯 还要向娘娘商借一物来用 包卿要向哀家借什么 先皇御赐的金碗 包大人 这枚金碗 你是由何处而来啊 王爷 认得这枚金碗 岂只是认得 本王 第一次见到这枚金碗之时 距今 已近三十年了 包大人请看 在金碗之内 有叶明珠一枚 世上仅有两枚 绝无艳品 太后 没事 下去吧 是 你们退下眼门 任何人不得在厅外逗留 是 是 包拯见过王爷 包大人免礼 包大人免礼 八贤王 你真的不认得我了 你 你真的是 哀家正是 当年玉晨宫的 李贵妃 当年若不是陈琳 与冷宫总管秦凤他们 貌似相救 死在冷宫的 就是哀家了 今日也不会出现在 八贤王的面前 你果真就是皇嫂 赵德方 拜见皇嫂 好一个八贤王 时隔多年 你依然肯认我 哀家 死而无恨 奴婢叩见皇上 起来吧 儿臣见过母后 皇上免礼 母后不是受了风寒 怎么不再请宫歇息啊 回禀皇上 太后娘娘 素有失眠执政 朕如何不知 母后有样 为何不早禀奏 没事没事 哀家与赵宫中御医 诊治过了 朕记得在幼年之时 也长彻眼难眠 父王府邸又秘制其方 安神路 朕服用数日便能安诊 国怀 奴婢在 你亲往南清宫八王爷府邸 传朕口谕 取安神路来给母后服用 奴婢遵旨 你立刻就去办 是 当年本王王妃稍早也曾有孕 不幸府中夭折 于是将太子 假称为本王亲子 得以在府中服养 在七岁那年 被选为太子 就送进宫中去了 如今哀家 若想报仇平反 还得仰仗八贤王做主 本王责无旁贷 包拯已派人去 将陈陵陈公公 接回京来 尚有许多细节 有待查明明清 一旦取得足够证据 再向皇上启奏 较为妥当 那就以包大人之见 太妃娘娘 请先回府休息 好 那就仰仗二位了 仰仗二位了 咱家郭怀乃是太后身边的内公总管 老夫人急需回府歇息 不便久留 还请郭总管见谅 是是 二位请便 她们是哪座府里的人 开封府的人 那位老夫人呢 听说是包大人的远方表亲 好 日见哀家离开王府时 遇见一个人 不 但不知遇见何人 郭怀 而且她还将哀家拦了下来 难道她认出了娘娘 虽然她没有认出艾家 但她心中必有生疑 否则不会将艾家拦下 娘娘娘娘奴婢该死 奴婢该死啊 你她真的像李贵妃 莫非她真的是回来找我了 那个人是谁家的亲眷 到南清宫去做什么 回娘娘 奴婢打听过了 她是包拯包大人的远方表亲 包拯的表亲 听宫内掌管换籍的太监说 包大人曾经去打听过陈林的下落 传艾家的旨意 宣纳老夫人进宫 艾家要亲自见她 是 此座 谢娘娘 展护卫无需在此听我们闲话家常 包大人再三叮咛 属下不可善离老夫人 在艾家这人寿宫 难道还能让老夫人出什么意外吗 这里除了郭总管留下伺候之外 一个也不留 全都退下 是 展护卫 你就出去了 既然太后娘娘不担心我老婆的失礼 你留在这儿也没什么意思 包大人他不会怪你的 还是老夫人干脆 展昭就在门外恭候 老夫人若有需要 请随时召唤 展昭告退 能不能照顾 你确定不是姓李 太后娘娘 你怎么会觉得 我姓李 只因你和哀家 多年前的一个姐妹 长得十分相似 郭公公也说我看着眼熟 原来我和太后娘娘的姐妹 长得像 难怪娘娘要招我进宫 娘娘是个 有情有义的人 不过能让娘娘 看看我这瞎老婆子 回忆娘娘当年的那个姐妹 对我来说 已经是天大的恩宠 老夫人请用点点心吧 请 谢谢 来 这叫心怀命 用杏仁 这是午夜初开的槐花 带皮的杏仁 再加上断花的蜂蜜 用栗子面揉合以后 再烤出来的 这么好吃的点心 有名字吗 有啊 采用食材的名字 就是 杏怀蜜三个字的谐音 心怀蜜 就是心里揣着甜甜的蜜 姐姐 是不是要献给皇上的 不 这只是做给我们姐妹俩吃的 这是我们姐妹共同的写照 姐姐只教给你做法 也只做给你一个人吃 记住 这可是我们姐妹之间 永远的秘密 老夫人也太多愁善感了 娘娘怎么不说话了 哀家想仔细地看看你 看清楚 你究竟是姓赵 还是姓李 皇上驾到 奴婢叩见皇上八王爷 平身 儿臣参见母后 望母后并提早玉 免礼 这位就是包大人的清卷吗 老夫人 圣驾当面不可失了礼数啊 老夫人身体浅安 目不能视 还请皇上 战护卫 该贵就贵 该败就败 我又怎么能够例外呢 老夫人请起 老夫人是包大人清卷 又是母后宣诏入宫的贵客 这些罚文乳节就免了吧 老夫人因何落泪 皇 皇上 我是心里难过 我听说皇上 不是太后娘娘亲生的 可是却对太后娘娘 孝心丝毫不减 可怜我老太婆 明明有一个亲生儿子 她却不肯认我 竟有此事 难道包大人对此事 就不问不问吗 回皇上 包大人正在着手追查 一旦查明 自会还老夫人一个公道 战护卫 转告包大人 务必尽快查办此事 以安老夫人之心 展召遵旨 皇上 老夫人进宫已久 未免包大人挂心 臣敢带老夫人请辞出宫回府 老夫人难得进宫 就留宿一晚 明日一早 哀家再派人送老夫人回府 这 哀家坚持 展召奉包大人之命 随时老夫人 不得善理 既然太后留下老夫人 展召也留下陪同老夫人 请太后恩准 你 展护卫留下照顾老夫人也好 以免包拯担心 谢皇上 哀家有办法证明 究竟是不是他 无论多少岁月 也不会让他消失 胎记 那胎记生在后颈发根处 怎么样 有 什么 你确定啊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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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合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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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 奴婢真的亲眼看见她的尸首 她的确在二十年前就死了 立刻调集后宫所有人手 将相防团团围住 哀家要亲自去揭开她的真实身份 是 娘娘 娘娘 启禀娘娘 展护卫和老夫人已经出宫了 什么 立刻去追 不能让他们离开后宫 是 启禀娘娘 包大人亲自带着人在宫外等候 已经把老夫人接回开封府了 这 这 当年奴婢的的确确是亲眼看见过尸体啊 原本已经在四日清晨运出宫去 交给开封府验尸安葬 可谁知道 当天晚上冷过就起了大火 可是 当年去执行先皇赐死令的是陈琳哪 他应该最清楚 上吊身亡的是谁呀 谁又能证实 活场里留下的交尸真是他 除非 这根本就是陈琳的主意 他 他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为什么并不重要 重要的 是他知道了些什么 可是 知道当年那件事的 只有娘娘 奴婢 产婆游士和寇主四个人哪 产婆游士当天晚间 奴婢就让她在人间 永远地消失了 寇主可是 灵死也没有说出太子的下人 包拯虽说是铁面无私 可是宫围之事还轮不到他插手 艾家明白了 包拯以远方清眷之名 带李妃入京 甚至带他前往南清宫 见过八王爷 是八贤王 这 这竟然扯上了八王爷 若是无凭无据 他也不会插手 老娘娘 娘娘呢 二十多年都过去了 不会有证据留下来吧 没有物证 却有人证 你曾说过 包拯的侍卫出京而去 却不知去向 卫家可以断言 他们是接陈琳去了 那真正的关键人证 是陈琳 因此无论如何 绝不能让陈琳静静 知道吗 这位长官 我们只是路过 本官奉令追查亲命要犯 任何人都要经过盘查 倘若我们不往前走呢 不走也得查 你们是哪里的官差 这你不必知道 你是什么人 开封府包大人坐前侍卫 赵 图 好极了 我们等的就是你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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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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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没拦住陈琳 包拯不过派了两个人去接陈琳 你竟然会拦不住他 奴婢没想到 包拯会派江湖人陪同保护 他们的人武功高强 奴婢的人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看来他是早就有了准备 陈琳如今人在何处 他已经进了开封府 奴婢陈琳 叩见娘娘 陈公公 快快请起 谢娘娘 小太子如今已成为当今皇上 一旦母子团圆 娘娘的旷世祈渊便可昭雪 也不枉娘娘忍辱多年哪 眼前本府有若干的不明之处 还请公公示意 包大人尽管提出 陈琳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好 娘娘 奴婢从头到尾地仔细想了一遍 实在不明白他们又能对娘娘如何呀 怎么说 当年是先皇下旨赐死李妃 火烧冷宫是总管秦凤自己干的 这李妄换太子只有寇珠参与其中 而寇珠却又早已命丧九泉 他们怎么追也追不到娘娘身上哪 权安最为关键的一点 是当年那被换去的小太子下落何方 这 如今即可断定 当年寇珠非但没有将太子掐死埋葬 反而交给了陈琳 随后他便去了八王爷府 而八王爷如今更参与此事 那么 太子当年是交给了八王爷 如果当年那个小太子活了下来 如今该有多大岁数了 二十七八岁吧 不错 正与皇上同更 难道 这正是事隔二十年之久 李妃和陈琳会相继回到京城的主要原因 大人可是已有对策 寇珠 秦凤 于衷 甚至于加上产颇有势 有四条人命牵扯其中 如今已不单是为娘娘平凡 而是涉及无辜命案 本府明日一早 立刻去见八王爷开始争败 哪里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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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这 大人 请留在屋里 不可出去 发生了什么事 有刺客 什么人前来行刺 对象是谁 回大人 来了几十名黑衣人 分批往不同方向而去 他们是要杀人灭口 让本府死无对政 守住房门 是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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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上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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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就交给我 你们还等什么 动手吧 他们竟然想杀人灭口 真是无法无天了 好 本王立刻进宫 向皇上说明一切 王爷请慢 王爷 皇上始终自认识 王爷亲身 若是直言相告 皇上又将情何以堪 此外 皇上仍厚孝勤 对刘太后 敬之若目 如今 却在一夕之间 太后进城 强害生母的罪魁元凶 面对如此局面 皇上势必 难以承受 无法置怀 生育之恩与养育之情 对皇上同等重要 奴婢认为 除非是刘太后坦诚罪状 否则皇上 是绝不会忍心降罪的 要他认罪 谈何容易 王爷 若要那郭怀认罪 却并非不可能 亚父 你是何时回京的 回皇上 奴婢昨日才进京 自从亚父告老还乡 朕总是不习惯 总觉得身边少了些什么 奴婢也是每日记挂着皇上啊 亚父回京 是来看朕的 奴婢是受人之托 前往开封府 向包大人告状的 告状 奴婢家乡 有一对老夫妇 他们的女儿寇朱 自幼进宫 冲任宫额 二十年前 无端于宫中亡固 领回遗体 却为获宫中抚恤补偿 既然是二十年前的旧事 亚父为何当初不提出来呢 皇上 乡野村民无知无实 如今若非生活所迫 也不会旧事重提 请奴婢帮忙了 可是要查明属实 却需传唤人证 难道内宫不肯配合 只是当年 扣住隶属金华宫 如今 郭公公已随太后娘娘 转任至仁寿宫 总管后宫 包大人担心 郭怀不会为如此所事 前往开封府应训 朕命人前去通知郭怀 要他依包拯传唤 前往府衙如何 谢皇上 挨着去见皇上 请他收回成命 免除女去开封府应训 娘娘不可 有恶不可 奴婢若是不去 那岂不显得心虚 倘若娘娘 还不能安心的话 这入业之后 奴婢若是还没回宫 娘娘再去 向包拧要人也不迟啊 好吧 你自己要当心 是 本府 今日审礼的 乃是二十多年前 宫中一桩旧案 前内侍省首领太监陈琳 受苦主家属为托 视为原告 后宫太监总管郭怀 列为被告 宝大人 咱家是前来英训作证的 这如今却怎么成了被告 原告未必有理 被告未必有罪 你又何必担心 陈琳 包大人 你 状告何事 仔细说来 多年前 金华公成玉寇朱 无端身亡 金华公却未依公立 慰问家属 发放续金 如今 寇朱父母年迈贫苦 难以为生 委托咱家 状告金华公 请求补发续金 包大人 当年寇承玉 乃是自尽身亡 因此未予腐恤 如今家属状告杂家 也不许于刁难 退堂之后 立即补办补发就是 那寇朱 究竟是什么原因 自尽身亡 当年寇朱 不耐宫中寂寞 思念家人 竟然逃出宫去 却被抓了活 公公 寇朱已经不能再忍了 公公如果不帮我离开 我 你打算如何 我 我就不活了 寇朱啊 可怜哪 一条年轻轻的生命 就这样香消玉允了 那寇朱 究竟是自尽 一伙是遭人杀害 尚未可知 你如何证明 寇朱是思念家人 而宁可自尽 包大人 若是如此说 那么咱家也想 反问包大人 如何证明 寇朱他不是思念家人呢 很简单 当年那寇朱 入宫之前 根本是个孤儿 何来家人此年 哼 本府诈称 寇朱家属 为抚恤赔偿上告 而将你迎来 你 本府真正要神要差的事 你为何要对他严刑逼供 致他于死 你 今日你来得去不得 包大人 你可别忘了 咱家可是后宫的总管 要动咱家 你得先问问太后娘娘 郭怀 如今 你乃是本府神礼 真伴的杀人凶犯 本府依法将你扣押 便是在皇上面前 本府爷毫不退缩 你还想心存绞心不成 来人哪 在 将那嫌犯郭怀押入大牢 严加看管 听候本府再审 是 郭怀 你没想到 也会有今天吧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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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陈临呢 陈临 你在皇上的面前 编造谎言把我骗了 包大人又煞有介事地声唐审问 那这目的不就是想变着法的把话从我口里套出来吗 哼 你想 我会开口吗 啊 既然如此 我们就把话说明白 当年黎毛换太子 逼死寇朱 无限李贵妃的来龙去脉点点滴滴 包大人都已查明 你若不据实共认 包大人是不会放你出去的 一个公正联名的包青天包大人 他岂会在无凭无据的情景之下 将我处决啊 你 这就叫做 君子可以欺之有方啊 不快 举头三尺有神明 天理昭彰 报应不爽 你的所作所为 终有一天会遭天谴 那些因溺而惨死的冤魂 可是夜夜前来向你索命 萤火自焚的 那个冷宫总管秦凤 为李娘娘替死 瞒过你厌尸的愚忠 还有那忠肝义胆 舍身权益的寇朱 你不是无刻不在你脑海中出现 总是你躲过阳氏的惩治 却难逃阴间的制裁 不 不 不会的 不会的 寇朱 秦 秦凤 还有那个什么愚忠 都不是我杀的 他们不会来找我索命的 怎么可是他们都是因你而死 那些冤魂 就会来找你索命 孤儿大人命展昭前来 请王爷务必清往开封府走一趟 大人说 若要对抗太后遗旨 非八王爷清零不可 好 不 老王明白了 顾公公 请用点儿韭菜 好 你们开封府大牢 竟然会准备这么丰富的韭菜给犯人 不不 这是小的特意准备孝敬公公您的 你为什么这么多呀 小的在这儿任职多年 一直没有机会升迁 小的相信公公您很快就会放出去的 还请公公多多提拔 好 那是 天黑以后 咱家自然会出去 我说 现在是什么时辰了 天黑没多久 公公 请 公公公 这回可以放心喝了吧 你是来要人的 奴婢啊是奉太后一旨来接郭总管回宫的 本王在此做主将郭怀留下 一切回宫去吧 只是回去接不回郭总管 无法向太后交旨啊 好 本王就让你回去有个交代 展护卫 先皇御赐精简在此 所到之处有如先皇亲临 万岁万岁万万岁 万万岁 本王在此待先皇降诏 郭怀留在开封府听审 不得阻挠 这奴婢遵旨 是 夜审 不错 立刻随我们去公堂 包整是怕太后娘娘派人把咱家接回去 所以才接着夜审 你别做梦了 后宫派来的人已经被请回去了 你没指望 难道郭公公就没有听说过吗 包大人日申阳夜断音 那是市井传说 难道他真的能通过谁啊 那当然 我在开封府可见过多少次了 废话少说 快走吧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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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赖里 我们俄 grateful 郭槐 二十年前 你任金华公总管之职 埋通铲破游士 依离猫换取太子 指使成玉寇珠 掐死太子 埋藏金水桥下 你可承认 报大人 所谓人死无凭证 就算你报大人指证的都属实 但是你可有人证 本府虽无人证 却有鬼证 叩珠何在 冤魂叩珠叩见报大人 可扣珠已经死了 但他一定不是扣珠 扣珠 扣珠 扣珠在 李娘娘临盆之时 郭槐串通铲破游士 以剥去皮毛的梨猫 替换出生的婴儿 李娘娘被打入冷宫之后 寇珠明知他是遭郭槐陷害 却不敢明说 寇珠只能偷入冷宫 对李娘娘言语安慰 谁知竟被郭槐得知 寇珠虽搪塞其词 郭槐却对小太子之事 弃了疑心 郭槐逼问石海埋藏之处 寇珠恍尘慌乱之中 记忆不清 郭槐不予置信继续用刑 寇珠唯恐受刑不过 输出太子下落 只得撞住身亡以死明治 让他们误认寇珠所言是实 这些个事情 你 你 你怎么会知道啊 你抽在我身上的鞭痕犹在 我撞住身亡的血迹未干 你虽然派人刷洗金华宫的垫柱 却洗不尽你心中的梦魇 如今 寇珠要借包大人夜审殷司之便 向你锁命 寇珠 寇珠 阴阳末路 人鬼殊途 你不可接近生人 包大人 你可先不要再过来啊 是在寇珠所言 你可认罪 认 认 我传认啊 可那些事情 都是刘家人的主意啊 是否如此 本府自会追查 既然你已认罪 公孙先生 学生赛 让他划牙 是 我 我 我画 好 好 来人 在 江国怀还押大牢 听后宣派 是 包大人果然高明 郭怀如此狡诈 还是难逃法王 签下了共状 惭愧 包拯向来不信鬼神之说 如今 却要假借鬼神之名 让了郭怀认罪浮法 那名假扮寇珠的女子 她来自何处 又怎会让郭怀 如此深信不疑呢 那全仗着公孙先生 巧妙安排 回王爷 学生是由京城幽人戏子中 挑选一名 颜貌体态与寇珠 交为相似之女子 在根据当年 武座艳师丹所描述的 为她稍作易容装扮 并以假写图面 那又怎么能让那郭怀 认不出来呢 学生事先安排 令牢头送韭菜给郭怀 大人夜审之时 郭怀已有五分九亿 同时 学生并令牢头宣称 大人有日审阳 夜断阴之能 再加上 公堂之上昏暗不明 那郭怀心中忐忑之际 自是无法辨认 如今有了郭怀的共证 咱们就立刻进宫面圣吧 王爷不急着进宫 倘若包枕所料不差 皇上应该很快就会主动宣招 嗯 究竟是怎么回事 郭怀去开封府只是作证 你为何不让他回宫 回皇上 郭怀设计一桩重大阴谋 犯下重大刑案 臣乃是依法官押 岂有此理 无论他犯下何等重罪 太后遗旨既下达开封府 你怎敢抗旨不遵拒不放人 郭怀共状在此 请皇上预认 请皇上预认 皇上预认 恭喜娘娘双目复名 娘娘双目出狱 还请尽早安歇吧 不 哀家要等包大人回来 哀家要立刻进宫 去见皇上 包政 这贡状之上 所言可是真的 臣敢请皇上兵退左右 你们都退下 遵旨 你说 回皇上 当年黎毛换太子一案 太后便是主谋 放肆 你竟敢在朕面前 污蔑太后 郭槐当堂画鸭 坦诚罪状 此案亦成定案 然而在这贡状之中 并未提及扣住他舍命救出的婴儿 下落何方啊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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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当面询问 当年黎毛换太子一案的前因后果均已明了 皇上 臣恳请皇上下旨 追究刘娘娘之罪 迎李娘娘进宫 包政 你 李娘娘如今正在负押之中 乔首等候 包政回禀 你让朕 再想一想 我 宝秦的形香面貌 与哀家心中想象的很是接近 臣恭喜娘娘重见光明 能够重见光明固然可喜 能够亲眼看到朝思暮想的皇儿 那才是真正天大的喜事 哀家何时能够见到皇儿 这 夜色已深 皇上出宫恐怕多有不便 娘娘还是等到天明之后 可是皇上不肯认我 不 皇上绝无此意 艾家心中明白 艾家已经累了 你们都回去歇着吧 过怀成招供了 除此之外 朕也已知道 那位双目失明的老夫人 就是当年冷宫的李贵妃 也就是朕的生母 這位秦竟的星期 我老是讨厌的老夫人 真的没有想念 这位秦竟然是一赌的那些事 你将会的价格 你跟着她的价格 想必要求 我必须要求你 你将会的价格 你是想和她的价格 我必须要求你 儿臣叩谢母后二十年的养育之恩 朕会亲往开封府 迎接朕的生身之母入宫 皇嫂 你双目不是已然复明了 为何闭目不张啊 既然皇上不肯认我 我又何必看他 这 我为他保长十月怀胎之苦 为他受尽 欠肠挂肚之痛 为他遭人陷害 打入冷宫 为他先皇下旨 白临赐死 为他流落街头 忍辱偷生 为他流干了眼泪 哭下了双眼 而他 他明知道我是他的亲生母亲 明知道我在府衙殷切期盼 他却不飞奔而来母子团圆 反而在那犹豫不决 左右为难 桃儿就这么轻易地饶恕你 普天之下 为人父母者 又怎么敢生儿育女 这人伦二字 岂非荡然无存 若要想老身认他 除非包大人 先依法办他个 不孝之罪 朕 宝勤不得推脱 朕命你立即升堂 将朕以不孝之罪纠办 不得有误 臣 臣遵之 本书今日 奉皇上圣于 审皇上不孝之罪 王子犯法 与庶民同罪 律法之前 无贵贱之分 本府 并以大宋律例 论罪判刑 公孙先生 学生在 若依本案实情 该当何罪 该判何刑 回答人 弃亲不雅 知亲不问 欲亲不认 恃亲不孝 一律可判 拘禁 苦意 罚银 仗急之刑 然而 不知者不罪 无心者轻怕 本府 横情度离 依法判处 葬行二十 包大人 皇上 皇上 无妨 保卿 您就依法行刑吧 臣遵旨 来人哪 在 为皇上宽衣脱跑 是 不断你 斩护卫 属下在 待本府行刑 遵命 自古以来 臣不打军 本府奉旨 不得不打 皇上马汉 正如照顾 在 将龙袍押上堂来 是 如今 本府仗打龙袍 如同打军 行刑 若非包秦机制 恐怕朕 要出场这帐行的滋味了 臣万万不敢 皇上 白玉堂入宫倒配 只是一时冲动 如今 她已经将功补过 还请皇上 特赦免罚 那是当然 太后 与亚父受她保护 足以将功折罪 谢皇上 如今信得母后相认 其实真正该赎罪的 应该是朕 回宫之后 朕立刻下诏罪己 让天下臣民百姓 以朕为贱 恪守孝道 还有那寇朱 秦凤和鱼忠 朕 要为他们剑碑立词 一张忠义之风 皇上圣明 现在将谁傻瓜 掩置过错 愿会好心 不好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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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